第一章是經濟學十大原理 這十大原理就是經濟學的最基本的觀念 或是經濟學的中心思想 所以經濟理論就一定會為這個十大原理所涵蓋 其實我應該先問你們 你們選我們系 你知道我們系叫經濟系 你知道經濟系主要就是要念經濟學 那經濟學是什麼? 你們可以簡單講出經濟學在學些什麼嗎? 你們同學要回答的 應該是預測那個賺錢的方法 預測賺錢的方法 比方說股價 你要從股票市場賺錢的話 那你要先 你要先就是要 低買高賣 股價低的時候把它買進來 然後高價的時候把它賣出去 那等你買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現在股價是多少 比方說洪海股價 現在美股可能超過100塊左右 那你預測洪海股價 比方說會到120塊 那你這中間就有20塊 20%的這個利潤 然後你決定 你決定這個買進 現在就決定買進100塊買進這個洪海 洪海的股票 好 那 可是這個 你怎麼樣去預測 洪海未來的股價 除了必修課之外 有沒有同學是抱著這種心態來修這門課的 有沒有 除了經濟系以外 你不是經濟系的嗎 有的話我會請你現在馬上退學 因為我們也沒有 我們交不了這種能力 因為影響股價的 影響未來股價因素實在太多了 你說巴惠特美國股神 他有沒有賠過錢 有啊他還是有賠過錢 他只是賺多賠少 所以累積到這個現在的 這個大概500億美元左右的財戶 他也會看錯看著眼的時候 那當然這種預測能力 當然這種預測能力是 你要做這個正確預測是很不簡單的 這門課最主要是介紹 我們所介紹的經濟學主要是著重在 解釋經濟現象的部分 沒有辦法教各位同學如何去預測 那就是未來的經濟表現 那可是呢 你可以解釋 比如說你知道 你可以 理解 鴻海的股價為什麼現在是100塊 為什麼 什麼因素造成他現在股價是100塊 然後這些因素未來會什麼樣的變化 如果這些因素呢 往 鴻海股價可以更高的方向變化的話 那你大概你就可以隨著 隨著預期這個鴻海的股價未來會就會比較高 那所以說呢 這些 你真的要 真的要有這種預測類似這種股價能力的話 那你還要從基本的學起 你要了解 影響股價的因素哪些 然後進而去預測這些因素未來會如何改變 然後你就可以得出 那未來鴻海的股價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然後這 一定不是100% 一定不是100%準確的 因為影響股價因素太多 對不對 比如說突然一個地震 把鴻海 鴻海總部給震垮了 那你預測得到嗎 預測不到 對不對 那只是說你預測正確的機率 有沒有比別人高 比別人高的話呢 長期來看的話 你賺錢的機率 賺得比別人多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那我們系 不單是我們這門課 我們系 基本上都沒有辦法讓你有足夠好的預測能力 那這要到研究所 可能要到博士班 然後甚至 甚至之後你還要再繼續專研 好 那這是一種說法 不是太合乎我們正能課的 或說合乎這個 你講的是比較特定一點 我剛剛其實也提到一個定義 經濟學就在解釋 解釋經濟現象的一門學問 那什麼是經濟現象 應該說啦 廣泛來講的話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 並預測 經濟現象的一門學問 可是預測部分太高深了 不是我們可以交給你們的 要靠你們以後自己去 再進一步學習 好 經濟學是 解釋並預測經濟現象的一門學問 好 那這不是課本的定義 不過從這邊 從剛剛這位同學回答的話 那我講的是另外一種定義 而是比較簡單的定義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 並預測經濟現象的一門學問 好 那什麼是經濟現象 台北房價也許告不下 這是一種現象 對啊沒有錯 這是一種現象 還有沒有 大聲一點 只要人有交易 就會出現經濟現象 就交易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現象 是不是 還有沒有 那交易主要牽涉到什麼 貨幣 貨幣啊 商品啊 還有呢 你會不會成交 賣你Shiny一張票五萬塊 你要不要買 因為我女兒剛去看過 所以我知道什麼叫Shiny 你願不願意買 500塊呢 對啊 所以交易會不會成交 牽涉到什麼 價格 牽涉到價格 OK 然後你剛才講什麼 台北房價 台北房價 那你牽涉到價格 對不對 好 你們三個下課來找 第三個禮拜我拿到學學名單來找我 就同學可以加分 好 那經濟現象簡單來講 就是跟價格有 跟這個就價格波動的現象 好 那價格有 顧優雙方算是經濟現象嗎 顧優雙方算是經濟現象嗎 顧優 也是一種交易 對不對 就資方購買你的勞務啊 然後 然後提供他的勞務啊 然後有沒有價格牽涉在裡面 月薪啊 月薪是一種價格 就是廠商 每個月出多少錢來購買你的一共的老物 還是一種交易 所以也會有價格在裡面 所以說呢 經濟現象簡單來講 就是價格波動的現象 你看股價每天在波動 食油價格每天在波動 原油價格 國際原油價格每天在波動 國際和黃金的價格每天在波動 還有那個什麼 這個農產品的價格 最近玉米漲還是跌 為什麼會漲 好你剛剛提到最近漲的原因不是 不是這個不是因為 最近漲的原因是因為美國中西部 這個美國的股倉 發生大乾旱 那玉米收成不好 那玉米的價格就怎麼樣 就會漲 這以後我們會說 就是因為供給減少 然後造成價格上漲 好那你剛剛提到生殖人員 好那 生殖人員怎麼樣的發展 就會造成玉米價格的上漲 原油價格上升 原油價格上升然後造成 生殖人的需求增加 然後原油的需求減少 對啊那跟玉米 接下來呢 因為玉米可以製成生殖人 所以玉米的需求 就會增加 所以玉米的價格 上升 OK然後這是在這個2008年 這個國際 國際原油價格漲到這個每桶140 140幾塊的時候的這個現象 好那玉米價格漲 結果 只有漲玉米嗎 農產品價格漲 只有漲玉米嗎 小麥價格有沒有漲 黃豆價格有沒有漲 為什麼會漲 因為玉米價格漲了 然後大家就改吃其他的 然後改吃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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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要玉米漲了 你就吃改吃大豆 的什麼東西 體育的 蛤 我叫玉米貴了 你有改吃麵條 你有改喝豆漿 就他的替代品 這是一種解釋啦 不過應該不是主要的 因為你的這種 但你 因為這牽涉到飲食習慣的改變 比較不容易 比較 大幅度的改變 而造成 小麥跟黃豆的 這個價格也是 漲得很兇 我還是可以來找我 然後說你有一些是種 你有一些是種這個 種小麥的 然後看到玉米 價格在飆漲 因為也有價格飆漲 然後大家改用生子 生子能源 生子能源的 這樣一個這種替代能源 就是玉米可以製成酒精 那也可以加在 加在汽車裡面 取代部分 這種 昂貴的這個汽油 那玉米 都會買的話 可是玉米原先的種子面積 它的縮成 就是那麼 數量那麼多 可是大家想 玉米的價格會怎麼樣 玉米價格就會上升 那我原先種小麥的 看到玉米價格上升之後 你會怎樣 改種玉米 你會改種玉米 然後小麥的 小麥的未來的數量就變少了 所以小麥價格就怎麼樣 上升 就上升了 黃豆也是一樣 大豆也是一樣 好 那所以說呢 從剛才說明的就是說 你的價格變動 以後我們會說明 你價格呢 就是由市場供需雙方所共同決定 那你市場供需雙方呢 共同決定這個市場價格 所以當供需或需求變動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市場價格就會發生波動 像我們剛才提到 市場價格上升 那玉米的這個 玉米的需求 就會造成 經過幾個步驟之後 然後玉米的這個需求會增加 然後造成玉米價格上升 然後接下來造成 小麥的供給減少 然後 小麥價格上升 好 那所以說呢 當市場的供給或需求 或是說供需同時 發生變動的時候 那你價格就會發生變動 除了這些比較常見的這些價格變動之外 比方說像匯率 是不是一種價格 比方說現在這個 美元對新台幣的匯率大概29塊多 算29塊 比方說一塊錢美元 以新台幣所表示的價格 29塊 一塊錢美元值29塊新台幣 所以匯率也是一種價格 就有很多的價格 那很多的價格呢 那不少價格每天都會發生波動 那這一波動就是因為 市場供需發生變動的結果 那市場供需為什麼會發生變動 市場供給或需求為什麼會發生變動 好 比方說 人的慾望跟那個時尚的流行 你的慾望跟什麼 跟流行的東西不一樣 就當代流行的東西 就你的慾望改變了 就流行改變了 你不能舉 舉具體的例子 你的慾望怎麼樣改變 然後造成什麼東西價格改變 就比如說現在人可能就比較追求 高品質的生活 那價位比較高的東西 就可能就賣得 就賣得很好啊 再具體一點 就LV包 就很多人都很想買LV包 然後LV包就會 賺比較多錢 你一下講到消費者 一下講到廠商 你有沒有想要買 LV的包包 然後大家就很想買啊 就是看到那些名人都是用LV包的 然後就說 我也超想要一個 然後就一直買 你可以 普通人可以一直買嗎 就是 就算刷卡也會買 之類的 就會想買 有些人就會想買 OK 然後等一下 這是一種 就是在一個流行的趨勢 然後造成 LV之類的 精品的 這些名牌包的 價格 居高不下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跟著流行走 你有慾望改變 還是怎樣 就是商法 你做出這樣的決策 對不對 你決定要買 LV包包 你可能受到 同 這個朋友的影響 或說受到這個 LV LV 他們行銷的 手法的影響 那你做出這樣的決策 OK 然後呢 這個 我們剛才提到 你的小麥 麥龍呢 他可能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育米的價格上升 然後決定 改種育米 這也是他的一種決策 可以看 好 也就是說呢 你市場的 我們剛才提到 你市場價格 會因為市場供需發生變動 而發生改變 下課來找 好 那供需為什麼會發生改變 好 照我們剛才所提到 就是因為 人們的決策 發生了改變 OK 好 那人們的決策為什麼會改變 因為人的慾望是無窮的 但是資源是有限的 這牽得到什麼改變嗎 不是 因為人 我可以舉例嗎 可以啊 就是假如台風要來啦 什麼要來 颱風 颱風要來 OK 然後大概就是預期那個 青菜價格可能會 不要高 為什麼 先去買 OK 所以造成台灣 前後的 青菜價格都怎麼樣 標高 都上升了 對不對 對啊 那 台灣來前 是因為需求增加 造成 蔬菜價格上升 台灣來後 蔬菜價格為什麼會上升 就被摧毀了 就供給減少 就供給減少 好 所以 台灣要來 這項訊息 改變了你的 購買青菜的決策 你提前購買 好 那所以說呢 供需的改變 那是因為 影響 會影響 人們的那些因素 也發生改變 比方說台風要來 比方說現在有新的流行趨勢 然後造成了這個 人們的這種 決策這種改變 然後竟然影響到人們的攻 竟然影響到自己的供給或需求 然後合起來的話 影響到整個市場供給或需求 然後竟然造成市場價格的變動 好 那所以說呢 洪剛才提到 記憶學呢 就是要解釋 這是 價格波動的經濟現象 然後價格波動 價格 市場價格是由市場供需所共同決定的 然後市場的供需是由個別市場參與者 加總而來的 他們的供需加總而來 好 然後 然後當那些影響人們的供需決策因素發生變動的時候 人們的 人們的這個 人們的這個 需求跟供給也跟著發生變動 然後竟然造成整個市場供需發生變動 然後最後造成這個 整個的這個 這價格發生變動 好 好 所以說呢 經濟學要解釋 市場價格波動 這樣一個經濟現象 舊梗根源 他就要去解釋 人們的決策 為什麼會發生變動 所以說 經濟學就是一門 研究人們如何做決策的 科學 沒問題